經常說錶,不如今次說說人 他被業界稱為中標界的畢家索 他的成名作,令人又愛又恨 愛,愛不適守 恨,恨都買不到 那究竟他何方神聖 設計師George Janta 大家馬上會想起就是Northinus 和皇家像樹 這兩個系列可以說是真的 中標界無人不知的 最近拍賣行拍賣了一批錶設計的原稿 除了這兩個系列之外 其實George Janta 都有做過或幫不同品牌 重新演繹過他們的collection 他第一個成名作 就是五、六十年代幫宇宙錶 設計了一款手錶 紀念北歐航公司一條新的航線 就由哥本哈根飛去洛杉磯 不過逃經北極血 當時來說是一件創新的航道 當然這個系列在當時是賣得很好 亦可以說是做了Janta的成名作 以宇宙錶來說 可能現在不是那麼多人聽過 這個品牌今天比較靜了很多 但在以前五、六十年代來說 是紅極一時的 你想想 二十三歲一個年輕小伙子 就被當時的大品牌賞識 造就了往後 做了Janta的career path Omega六十年代的星座系列 都要找到Revamp 你要看到它的錶盤 是多邊形的 不是普通Flat的錶盤 是那麼平的 它有小拱起 就好像餡餅反轉了 而你問我 這個款式 其實就開始有皇家像樹的影子 另外IWC 好像這款工程師系列的碗錶 亦都找了Janta重新再幫他演繹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工程師系列 很早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啟了 那個設計是很classic 很斯文的 而這個我覺得剛強味是重了 可能因為它BESOL上面 多了五個螺絲孔 螺絲釘孔 其實Janta對這種設計是情有獨鍾的 因為你會在AP的皇家像樹 你都會看到的 不過有些不同 儘管是異曲同工 但你要保留品牌原有的個性 這個就是它成功的地方 2017年的時候 它完全沒有Janta的影子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 我有機會看到Poke Watch 你看到它以往都是金的材質 而這個是用Stainless Steel的材質去做的 它這個款式讓得很整潔 很有秩序、很有規則 以及富有現代感 是七十年代的設計 但是放在今天 我覺得依然是很棒 Buggeri這個就不是Revamp了 這個就真的幫Buggeri 重新設計一個系列出來 叫Buggeri,Buggeri 也是今天Buggeri 其中一個很classic的系列 靈感就來自古羅馬的前臂 那個錶帶設計 我挺欣賞的 看上去好像硬碰碰的 但摸上手 原來可以有一個很節節的 所以戴上去是靈石貼碗的 而且很舒服 Zoia Janta 成了命 希望有自己的品牌 不要只是整天幫人作嫁衣償 所以Zoia Janta 在1969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但後來這個品牌又被Buggeri收購了 我最初以為收購之後 會不會有大剪拳腳呢 會不會有作為呢 但又很奇怪 Zoia Janta 放在一邊 但很有趣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沒有絕對的 近這幾年 我又看到Buggeri的錶 有些Zoia Janta 的影子 就要看到它現在新款的 叫Octo 你會看到它的Beso上面 Beso是白邊形的設計 而這個很自然讓我想起 Zoia Janta 很 iconic 的設計 就是八角形的手錶 如果要說到Zoia Janta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兩個系列 就不能不說這個 AP的皇家帳書 以及PP的Northinus 最好笑的是當時 做了Janta 只不過是 AP的合約員工 都不是一個 full-time staff 不過有一天 當時的AP的老闆 就打給它 跟它說 我是一隻很大膽創新 從未出現過一隻降標 然後Janta 用了一晚的時間 就設計出皇家帳樹的初稿 它自己說的 它的設計靈感 是來自身邊的生活 以及大自然的 它看到一個潛水員 穿著一套很老闆的潛水服 有很重的頭盔 然後上面有一個圓堂 然後上面有螺絲釘 就是在那裡拿靈感過來的 皇家帳樹這個系列 所以你真的完全體會到 Janta 是擁有創新大膽的元素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在皇家帳樹系列出現之前 AP的構造 都是很classic 很slim的一些金構造 而皇家帳樹 直接顛覆了整個AP的生態 就是用鋼的材質去做一隻luxury的手錶 在那個70年代的時候 做了luxury手錶 離不開就是金、白金、黃金這些東西 你鋼怎麼可以叫luxury watch呢 所以當時的市場的迴響 嗯哼 不是那麼理想的 也有些人說 哇慘了 這次AP大禍臨頭了 一定被皇家帳樹搞垮 結果 皇家帳樹今天可以等同AP的代名詞 成為市場上最搶手的系列之一 後來品牌就找了另一個設計師 就把皇家帳樹的設計再提升 就 offshore了 據問一下 說Janta當年看到這個皇家帳樹 離岸營的時候 火都離了 我又很好奇問一下大家 那你會喜歡皇家帳樹多一點呢 還是皇家帳樹離岸營多一點呢 我個人來說 我喜歡皇家帳樹多一點 起碼我可以拿到 luxury sports watch 那樣 除了運動營之外 你又會不會保留到 或者體現到一些很elegant的元素呢 那這下最難去拿碟的 而我指個人來說 Offshore是很美 作為一個運動錶 但是因為它的尺寸這麼大 和這麼厚 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 NOTUS就是皇家帳樹 四年之後發展出來的 它的設計靈感 來自一手 橫跨大西洋一手郵輪上面的延昌 NOTUS這個名字 是取材自一本科幻小說 海底兩萬里 裡面一艘潛艇的名稱 在山之前 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透露了一個日事 話說當日 參加這個Barsel Fair的時候 他就坐在一個餐廳一面吃東西 就離遠就看到 幾個Pater Philip的高層走進來 坐在餐廳另一個角落吃東西 他突然間不知為何 靈感不知在哪裏 突然間馬上就在餐紙巾上 畫上了NOTUS的初稿圖案 他有沒有說到 究竟有沒有把NOTUS的圖案 即場給對方呢 所以看到他的東西很即興 可能藝術家真的猜不到 我自己個人來說 那個設計上面 我會喜歡AP的皇家像樹 多於NOTUS 為什麼呢 多一些細節位 螺絲、八角形 Barsel的設計又很特別 NOTUS不是不漂亮 不問題的兩個要我選擇 我自己心意會多一些皇家像樹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喜歡AP的皇家像樹 多一些 還是喜歡PAP的NOTUS 多一些呢 而今天 即是你問我 是,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好像市場上的消費者 只是當著AP的皇家像樹 當著PAP的NOTUS 但其實 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如果市場上 只有這兩個作品 只有這兩個設計 就很單調 那有什麼買呢 市場上真的有百花齊放 有不同的設計師 不同的設計理念 走出來 那那個行業才好玩 不單是行業好玩 作為消費者 你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今天我和你講Joyett Jenta 就希望什麼呢 不是說你當著AP 當著PAP買的那兩個款 就希望你多一些認識 一個品牌背後成功 是有很多不同人的貢獻的 今天叫Joyett Jenta 可能第二天 如果第二天已經有過了 有這個叫Franmuller 有Abbishon 也有Witchard Mill 其實這些人的 滿櫃的設計 各方面 都可以說是 獨樹一格的 也都令到標壇 是更加色彩 更加精彩 希望大家 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就 多一些認識 其他品牌的一些好的元素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 就記得訂閱 還有叮一叮我 叮一叮我 叮一叮我 哈哈哈哈 在微光上 按個鐘仔 多一些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